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彭掌柜尽管说 莫无忌已伸手 将彭子麦请进了房间里 楚千楼担心莫无忌会答应彭子麦的提议 于是也跟进了房间 旁其几人见楚千楼进来 自然是跟着进来 莫道友 想必你应该听过我寻星商楼 这次拍卖会有众多的宝物 不但有八品灵草出现 还有极品灵气和顶级供发 莫无忌听到顶级功发 立刻问道 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顶级的伐级 彭子麦当即就说 当然有 虽然没有锤级 但却有几种不错的刀级和剑级 彭子麦见识过莫无忌和艳阳东的决斗 他自然清楚莫无忌缺少的是什么 就是一门好的伐级 现在听到了莫无忌的询问 他更是肯定了自己的结论 莫无忌并没有因为彭子麦说没有锤级而有半分沮丧 反而是精神一振 我还想请问一下彭掌柜 这次拍卖会有哪些顶级发迹 彭子麦做出了一个为难的样子 虽然我知道部分参牌的东西 但你也知道 我只不过是个掌柜 对寻星商楼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出的 莫无忌知道对方的意思 作性便问道 彭掌柜 你要和我商量什么事情 直说吧 彭子麦立即满脸笑容 莫道友 你也知道 在星空殿 除了星空殿的官方挑战场之外 还有许多的地下挑战场 寻星台就是我寻星上楼的挑战场 我想请莫道友出场 接受众多修饰的挑战 彭子麦的话一说出来 莫无忌就明白过来 这彭子麦实在是太精灵了 这家伙不去地球上做奸商 真是浪费了人才 以他上了星空榜 又在决斗台上杀了艳阳东的名头 一旦上了地下挑战台 恐怕要挑战他的人会从丰霄城排到九末城去 只要上了挑战台战胜了他 那就是名利双收 还能获得艳家的青睐和友谊 可以想想 战胜了他莫无忌 就等于有资格上星空榜 尽管没有真正的上榜 但那也是每一个修饰的梦想不是 就算是打不过台也没关系 挑战台又不是决斗台 只要抓紧时间认输就行了 输了一样是一种名誉 一旦说出去 那就是我和星空榜上的某某在挑战台上战斗过 这平白往自己脸上贴金 自是名声大涨啊 荣和连忙说 莫大哥 你千万不能过去啊 他可是知道 地下挑战场到处都是亡命错 他们有时候为了胜利会不择手段 甚至拼着自己半条命 也要让对方重创 还有部分人甚至直接拿自己的命去拼 当初他们没有贡献分的时候 庞奇就带他们去过挑战场 以庞奇这种人 最后也没敢上挑战台去 可以说在挑战台上 每一个贡献分都充满了血腥和亡魂 若只是这些也就罢了 毕竟莫无忌的实力远超一般同杰修士 可是挑战台上还有一种人 这种人实力很高 偏偏他们会一种很高深的隐秘功法 他们经常隐秘自己的实力上台挑战 就是为了赚取贡献分 而这种事情就算事后被查出来 也并不会有多大的惩罚 莫兄 挑战台不能去啊 那里不是正常人上的地方啊 庞奇也担忧的站了起来 楚千楼更是直接说道 无忌 无论多么强的实力 只要上了地下挑战场 最后能走出来的是极少数 那里什么人都有 很多人实力根本就不高 就是会一招手段 有时候 陨落就在这一招手段中 莫无忌点点头 他压根就没打算去地下挑战场 彭子迈却没有在意 楚千楼等人的劝说 仍然笑音音的说 嘿嘿 我被修炼 自然是艰难无凭 莫兄能有今天的成就 想必想法也不会和普通人一样 当然若是莫兄对更高的实力 并没有什么追求 我收回刚才的话 就此告辞 莫无忌唯唯一笑 彭掌柜 有什么话就是说 我喜欢直来直往 若是我心动的 只要我知道了 我就会去努力 若是我不行动的 就算你说上个一年半载 也是枉费一番好心 莫无忌的言外之意 彭子迈自然明白 不要在他面前耍嘴皮子 赶紧拿点干货出来 彭子迈文言 已然明了莫无忌是何人 这绝对是个有主见的人 不是靠他推销就可以成功的 一想到这儿 他索性取出了一张皮纸 递到了莫无忌手中 莫道友 这是我们这次拍卖会 要排出的法纪 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本来这张纸 他是有一定条件才拿出来 可现在用在莫无忌身上 根本行不通 莫无忌点点头 这才是打动他的正确手段 早就应该如此 弄那么多废话有个什么用 皮纸被莫无忌打开 十来种法纪出现在了莫无忌眼前 而且莫无忌发现 这些法纪中最差的一个剑纪 也是地级精品 断空金光刀地级真品 破元剑纪地级精品 龟元水刃地级真品 万人影芒地级真品 无念灯芒天级 这个听起来似乎不错 随后莫无忌的目光 落在了下一个法纪上 梵天棍营天级 棍营而且还是天级 这让莫无忌的眼睛瞬间就知道 他缺少的就是一门棍级 尽管天级的法纪都没有注明 是普通还是精品或是真品 但只要是天级的东西 岂能差得了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必须要拿到手 又过了一会儿后 莫无忌随手将手中的皮纸 递给了彭子麦 与其平静地说 不错 有很多好东西在里头 那莫道友是否看中了 合适的法纪 彭子麦笑阴阴地问 莫无忌微微一笑 彭掌柜 就算是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身上的星空贡献分 应该也够了吧 彭子麦却摇了摇头 莫道友 若是购买一般的东西 九万多贡献分的确是多得很慢 但要购买这上头的法纪 最差一个恐怕也得十万贡献分以上 因为到时候和你竞争的 可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各大家族和各大宗门 莫无忌疑惑地看着荣和 他的贡献分彭子麦怎么会知道 荣和赶紧说 莫大哥 这次盘口也是寻星商楼开出来的 后面不用说 莫无忌已经明白了荣和的意思 这寻星商楼的生意做得还真大呀 彭兄 那请问一下 那无念灯芒需要多少贡献分 莫无忌问道 至少五十万以上 彭子麦笑阴阴地说 他就怕莫无忌对他拿来的东西丝毫不动心 若是我同意上寻星台 一次比斗多少贡献分 赢一场 五百贡献分 彭子麦伸出了一个手掌 莫无忌心中冷笑 五百贡献分 大发叫花子 按照这个贡献分 他要购买一个天机伐计 至少要打上欠场 不要说输赢 累都累死他 也不用修炼了 整天只要去挑战场接受别人的挑战就行 若他没有登上星空榜 没和艳阳东对战 别说五百分 就算五十分也足够多了 可以他现在的身份 还去打五百分一场的比赛 这家伙还以为他莫无忌 是什么都不懂的菜鸟不成 他可以肯定 只要他去了寻星台 寻星商楼将会赚得盆满钵满 彭掌柜我想向贵商会借上一百万贡献分 等拍卖会结束之后 我再和贵商会商讨去寻星台比斗的事情 如何 莫无忌一张嘴就是一百万贡献分 不但是娄子麦被吓住了 就是除千娄几人一时被惊住 莫大友 我是真心来和你上讨来着 莫无忌拦住了彭子麦的话 彭掌柜 我也是真心和你商量来着 我问你 你的寻星挑战场可以容纳多少人 一万人 好 如果我参加比斗 你说寻星挑战场会不会做门 不用说 肯定会 哪怕一天两场 一场你收五贡献分 一天就是十万 只要十天 你就可以赚上一百万 而我问你借的一百万并不是不还你的 十天赚一百万 你觉得这样一个买卖还不算划算吗 莫无忌呵呵笑着说 彭子麦岂能没有算过这个账 正因为他算过了 所以他才来找莫无忌 他本来就打算借贡献分给莫无忌 只是没想到 莫无忌一开口就是一百万 既然彭掌柜有问题 我去别家看看好了 莫无忌站了起来 星空殿最不缺的就是地下挑战场 我同意了 只是莫道友总得弄点什么抵押在我这吧 彭子麦见莫无忌要走 哪怕明知莫无忌是故意的 他也并不敢冒上这个风险 莫无忌取出了自己的八角铁锤 这是一件极品领器 也是我赖以生存的宝贝 就压在棚掌柜这里了 明明是一件半极品 却被说成了极品 彭子麦也懒得去辩驳 反正就算莫无忌不拿东西抵押 也无法来仗 除非他莫无忌不想再出现在星空殿上 也可 但是拍卖会一结束 莫道友就必须履行前往寻星台挑战的承诺 彭子麦最终同意了莫无忌的要求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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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知道 这个是真正的适合 对没有 我们这条文章 连证图的